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明星带货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情了 在看到双击之后,国民度高如张博之 也会现身品牌现场,为其助阵 更别提一些把直播副业都快做成主业的艺人了 张萌小五这对新婚夫妇在结婚前后就合体出镜了 还没好好享受婚姻喜悦 就忙着跟直播间的里的观众们见面 就职业属性来讲,堪称是敬业 两人努力之后的成交额也很可观 总是排在榜单前列 除开这些已经把直播当成是重心 不怎么在影视方面营业的艺人外 当红演员,也有许多是逃不开商业性质的活动的 毕竟演员可以是演员 但艺人却不能只是演员 就如郭小婷吐槽的那般 以前演员只雇住拍戏 而现在大家都在比谁的物料会更加精致 演员一旦开始上综艺 与品牌代言挂了钩 那么就不可避免的 会与品牌有一些合作 临近双十一了 各大平台旗下的直播活动数量飞速增加 那些在剧组在休息的 没怎么出来见面的艺人 都被拉来露面了 这其中就包括了许久没有新消息的陈毅 作为上升期艺人 只要拍戏就神秘得不行的他 这次在画面里 状态超乎年纪的好 32岁陈毅亮相直播间 皮肤状态绝佳 寒寒表现影效量 于正果然没说错 两年前才凭借与司凤一脚大火 陈毅的巅峰期来得比同期要晚 但好在公司资源给力 他本人也能够用演技保命 实在圈到了一波粉丝之后 成功在让剧粉转换为自己的忠实应援者 如今不管发什么内容的动态 都能突破百万暂停 这流量数据放到如今都是很能打的程度 足见演员靠实力吸粉 才是最保险的 安心演戏 不怎么接商业活动 诚意上一次在娱乐节目里出现 还是一月之前的你好 星期六 而后他就投入莲花楼的拍摄了 莲花楼作为一部大男主剧 诚意里莲花的戏份可想而知的多 当初在你好 星期六的舞台上 他才从片场飞过来 看起来整个人就有些萌萌的 原以为紧张拍摄了如此久 诚意在此次直播上 状态也不会太好的 谁承向画面一打开 他白丽透红的肤色就注视惊艳了一把看重 从双眼内部有神 眼周围并没有皮感来看 为这场直播 他肯定是有好好准备的 再加上板正的一态雨 时不时出现的憨憨表情 一个可爱职场人的形象就出来了 主持人明明问的是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 结果帅哥听成了让他做一个表情 下一秒毫不迟疑就做出来了 结果因为太过害羞了 做到一半就掩面退场 引得主持人也觉得好笑 这样的诚意 所呈现出来的性格 果然如于正所言 直呼呈意远性 于正坦言诚意既可爱又谦卑 时间节点成重点 在九月的时候就有网友询问那余活人于正 什么时候找成一拍戏 彼时于正就专门回复道 已经合作了 并且直呼了成意原名副师吉里的姓 表示他是可爱的 也是谦卑的 注意到这个时间点 是在成意大火之后 于正再见他 仍然觉得他谦卑 这说明在走红之后 成意还一直保持住一个良好心态 与待人接物的习惯 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了一点点成绩 就在圈子里傲起来了 长红的人一般都能稳得住 不会轻易飘 所以成意的状态 反倒让他能够走得更远 那么你们看好他之后的发展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